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大老語認知研究所的網上講座 我是研究所的所長Patrick Wong,王俊麥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早期語言發展 首先讓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一位語言治療師 我也是一位爸爸,我有兩個小朋友 他們都是曾經經歷過0至3歲的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家長 很多家長都可能在經歷他們的小朋友0至3歲的階段 可以告訴你,其實我自己都經歷過的 我是一個神經科學家,也是一個語言學家 我的研究是關於小朋友是怎樣學習語言 以及語言在我們的腦部是怎樣處理的 也很感謝今天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小朋友早期語言發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五月就是語言、言語及聽力關注月 所以我們Brain and Mind Institute 都設計了一個講座 想跟大家分享多些關於語言發展的知識 這個網上講座是一個系列 我們總共會有三場 我們第一場就是今天會講聆聽和口語 下個星期的同一時間 我們就會講相語發展 在下個星期最後一場 我們就會講用什麼方法 可以提升小朋友早期語言發展的能力 有什麼策略 這個講座我們很高興得到中文大學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語言學和現代語言系的支持 以及也得到我們文學院的支持 我們希望大家都關注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因為語言發展如果發展得好 可以提升他們的潛能 我們說早期語言發展 早期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我們早期的意思 即是0至3歲的時間 而我們今天的 focus 就是口語裡面 其實我們這個講座系列是關於口語的 英文就說 spoken language 有時候就說 oral language 因為我們講0至3歲的小朋友 他不會寫字的 為什麼口語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日常交流都是要用口語 而且小朋友的學習 他們怎麼學習呢? 都要靠一些語言的輸入 如果當他們入學的時候 一些口語不好的小朋友 他的學習會比較困難 而且他的讀寫也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的題目就是講口語 因為口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網上的講座系列 就是講關於一些見聽的小朋友 聽力沒有問題的小朋友 不是說一些聽力有問題的小朋友 因為如果聽力有問題的小朋友 可能他會用手語 手語就是另一個 topic 我們遲些可能可以探討的 但今天我們的 focus 就是講一些聽力沒有問題 見聽的小朋友 早期的語言發展 語言發展 我自己個人看 就是有兩大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他的大腦和聽力的關係 因為我們需要不單止我們的耳朵 還要我們的大腦去處理語音、語言 如果你聽得不好 你的口語的發展也會比較困難 我們知道小朋友的中樞神經系統 都是要用來處理語言、語音 他們的處理語言和語音的能力 都是有差異的 而稍後我會再說 那個差異可以幫助我們預測 究竟小朋友的語言發展是怎樣的 第二個 語言發展的 重大的因素 我覺得 就是有效的親子交流 因為有效的親子交流 就是可以令到小朋友接收語言的質量 會比較好 如果親子交流是好的話 他們的語言接收的質量 也會比較好 我們有很多文獻的科學研究報告都指出 有一些策略 對親子交流是比較好的 所以小朋友的語言發展也是比較好的 但是不是每一個家長都會自動去用這些策略 而研究報告都表示 如果我們去教那些家長 家長可以被教的 如果我們教家長去做一些策略、做一些手段 其實是會令到小朋友的語言發展會比較好 這個我們會在第三課的時候 就會多說一些 好了我們講一下語言發展 語言發展有一個特質 其實跟很多發展的範疇都是一樣的 語言發展有一件事就叫做穩定性 英文我們就叫做Developmental Stability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讓我用這幅圖去嘗試解釋一下 這個圖裡面我們有五個小朋友 小朋友A、B、C、D和E 這個Y-Axis裡面就是語言的能力 或者語言的得分 越高就越好 所以在E組的小朋友裡面 你會看到 最高分的就是小朋友E 而最低分的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A、孩子A 他們一歲的時候的表現就是這樣 小朋友A是最低 小朋友E是最高 說說7歲的時候 7歲的時候 每位小朋友都會有進步 小朋友A是高了分的 小朋友B也是高了分 連小朋友E也是高了分的 雖然他本身排名是很高的 但是他7歲的時候 跟他自己比起來都是有進步的 所以每個小朋友都會有進步 但是我們講穩定的意思 就是講他的排名 排名你會看到 在1歲的時候 小朋友A是排得最低 7歲的時候 小朋友A也是排得最低 雖然他進步了 但是他的排名 都是偏低的 我們穩定性的意思 就是他的排名 都是差不多 雖然他跟自己比 是高了分 但是他的排名 都是差不多 這個就叫做穩定性 其實在很多發展的範疇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有這樣的穩定性 穩定的意思 並不是不可以改變 穩定也不是絕對的 就是說我們整組的小朋友來看 小朋友A 他是偏低的時候 他7歲的時候 也是會偏低 可能會排第 又低 數起來可能會排第2 又不會排第1 但是都是 浮華在這個低的位置 就很難會突然之間 高了 但是 再說了 穩定性的意思 並不是不可以改變 其實我們的腦子早期都會有很多彈性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知道 小朋友早期 究竟他的能力是多高呢 就是因為 如果是低的話 可能我們就可以 用一些介入的手段 令到他的發展會比較好 研究報告也表示 其實不單止 小朋友的成長發展 有穩定性 其實家長 和小朋友 如何去溝通 都是一個穩定性 例如有些家長 是跟小朋友說很多 小朋友1歲的時候 他跟小朋友說很多 7歲的時候 家長都是跟小朋友說很多 所以其實家長自己 都是有穩定性 但是都是說一句 其實穩定並不是 代表不可以改變 穩定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什麼特別事都不做 就會是這樣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需要改善的時候 家長我們都可以 去訓練家長 讓家長都可以改變自己 如何跟小朋友溝通 那語言發展的能力 是會 Follow 這個叫做 Bell Curve 或者是 中型的曲線圖 那什麼意思呢 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是中間 都是有平均的能力 小兩個小朋友 的能力是比較低的 在曲線圖的這個部分 那什麼叫做 語言障礙 其實語言障礙的意思是 我們加一條線在這裡 如果在這條線的左手邊的小朋友 可能10% 7% 16% 我們就會叫他們 有語言障礙 我當這條線在這裡 這條線就是語言障礙 可能有個小朋友 是剛剛在這條線的右邊 在這個位置 他是沒有語言障礙的 跟著我們語言障礙的定義 他是沒有語言障礙的 但並不是代表他能力 不是低的 並不是代表他能力是高的 可能他能力也是低的 因為其實他很窄界的 或者有些小朋友可能在中間 其實對大部分的小朋友來說 都有改善的空間 因為如果你在中間 可能可以更好 可能你剛剛窄界 剛剛在語言障礙界的出現的時候 你也可能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們說這個講座 不只是給一些有語言障礙小朋友的家長 其實我們想家長也知道 小朋友的發展 語言發展有什麼特質 以及有什麼介入的手段 或者有什麼策略 可以令到每一個小朋友 他的發展都是更好的 我們說一下語言是什麼 語言是一件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叫complex 語言也是有一個層級的 有一個hierarchy 好像一級級樓梯一樣 一級級的 我們用這幅圖 去做一個例子 這幅圖 有隻黑色的貓 坐在紅色的梳化上 看著你 如果我們用英文表格 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用英文去說 如果你只看到這個圖 你說有隻貓 Cat Cat 是一個字 如果你想複雜一點 去說 高一級 你就會說 一隻黑色的貓 a black cat 再複雜一點 你可以說 那隻黑色的貓 坐在這裡 a black cat is sitting 再高一級 你說 a black cat is sitting a black cat is sitting on the red sofa looking at me 一隻黑色的貓 坐在紅色的梳化的黑色貓 就是在看著我 你看到一個字 然後一個短句 一個長一點的短句 再長一點 然後一個比較長一點的句子 所以是一級級的 去組成的 而在這個層級裏面 最低的層 就是這裡 就是語音 Cat 這個字 是有三個語音組成的 就是 ca a 和 t 你將 ca a t 組成的 就變成 cat 這個字 有三個語音組成 我再給我一個例子 先用英文說 語音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在語言上 因為你改變了語音 就可以改變意思 我們再說 cat ca a ca a t 就是cat bat 如果你改了頭一個子音 頭一個 consonant 你就會 改了另一個字 這裏就是另一個例子 baseball bat baseball bat bat 就是曲棍球的棍 如果你把k 變成b 的話 就變成另一個字 即是改了一點 就改了 這個意思 如果你把b 改了做m 就會變成 Doormat mat 你家門口的地毯 mat 所以你見到 改了一點 就會改了意思 所以語音 是很重要的 這是英文的例子 我再給大家一個 廣東話的例子 中文包括廣東話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單止 vow 和 consonants 如果你改了 會改了的意思 即是母音 和子音 你改了的話 就會改了 字的意思 中文的高低音 都可以令到 字 改變意思 高低音 就是聲調 英文就叫 lexical tone 我舉個例子 這個就是 呼 就是用廣東話的一聲 呼 呼就像呼化的呼 呼蛋 呼住蛋的呼 如果你用第二聲 虎 老虎的虎 就會變成一隻老虎 如果你用第三聲 虎 一條虎的虎 就是用第三聲 你改了高低音 就改了意思 呼 虎 虎 就是呼化蛋的呼 一個老虎 一隻老虎的虎 以及一條虎的虎 所以變成高低音 就會變成意思 所以高低音 在中文來說 是一種很重要的語音 小朋友 寶寶 是很厲害的 他們對語音 是很敏感的 在很早期的報告 1984年 Worker and Teas 發表了 這張很重要的文章 他們 拿一些 在學英文的寶寶 做研究 就是看他們語音的發展 這些是在英文 在英文環境長大的嬰兒 他做了一個實驗 六至八個月 在學英文的嬰兒 去到他們的實驗室 做了一個實驗 他就叫嬰兒 去聽一些 不是英文的聲音 在這個實驗裡 他就叫嬰兒 去聽印地語 Hindy Hindy是印度的其中一個語言 Hindy有兩個D 是英文 是英文不會有這個區別的 他們會說 和 是一個很小的分別 而這個分別 是英文不會有的 他們 測試了大人 發現大人 其實是聽不到這兩個語音的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他 測試六至八個月的 小朋友 雖然他們在學英文 他們都是能夠區別了 這兩個在英文裡面沒有的聲音 但是 當他去測試一些比較大的小朋友的時候 大的嬰兒的時候 10至12個月的小朋友 就發覺10至10月的小朋友 跟大人差不多 都是聽不到這兩個聲音的 這個研究就是指出 其實在頭一年的成長裏 0至12個月這段時間裏 小朋友就慢慢去調整他們自己的 聽覺和中書神經系統 去聽他們的母語 開始他會聽到很多不同語言的聲音 6至8個月之前 但是他接近一年的時候 他們只能夠分別他們自己的母語的聲音 12個月在語言發展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12個月 很多小朋友都會有他們第一個字 發展的 你會看到他有第一個字 可能因為 他們剛剛已經聽到了 他們已經注意了 他們的母語的聲音 語音 所以他就會發展第一個字 OK 所以小朋友 你以為嬰兒聽不到 但其實嬰兒 他們的聽力和大腦 是能夠分別不同的語音 語音就要用耳朵去聽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聽話 聽話當然是耳朵 大家要知道 聽話當然要用耳朵 但耳朵 終歸跟腦是相連的 如果沒有腦 我們是聽不到語音的 因為那個訊號 都是由內耳的耳窩 就會把聲音 傳到 信息傳到大腦 所以大腦和耳朵是相連的 所以在我們研究中 很多時候會看 腦或者中書神經系統 究竟是怎樣處理語音 因為 終歸都是要中書神經系統 去處理語音 小朋友才可以發展戀嚴 談談大腦和聽力 這是大腦的一個圖 大腦是分開不同的區域 我們英文叫做frontal lobe 在旁邊就是temporal lobe 後一點就是pridal lobe 最後就是occipital lobe 分不同的區域 而語言的系統 很多時候都在左腦裏 我們會看到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聽力的位置 聽力的區域 以及語言的區域 在左邊是重別的 我紅色圈住了 那個temporal lobe 就是我們聽國的中心 聽國的中心在左邊 也是語言處理的中心 特別是一個比較後一點的位置 我藍色箭咀指著的位置 我們叫做vernekees area 就是負責 處理語言的中心 所以 剛好有一個聽力 以及語言都有一個重疊性 所以為什麼聽力 對語言發展 對口語的發展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幾年前都做過一個研究 2018年發表的一個文章 就是我們去比較一些 見聽的小朋友 以及一個有聽力 有問題 聽障的小朋友 看看他們的大腦 是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這個實驗 是一個磁力共振的方法 去照他的腦 去看他的結構 當我們去比較見聽的小朋友的腦 以及聽障的小朋友的腦 我們發覺這些區域 有很多這些區域 就會有些不同的地方 即是聽障的小朋友 可能那些位置 腦比較細 以及比較薄 那些區域 特別是什麼區域 就是那個temporal loop 就是聽覺的區域 剛才我再說 所以如果聽覺 接收得不好 那個聽覺的腦部位置 也會有影響 我們現在就說說音樂家 看看他們的大腦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十幾年前 發表了一個文章 我們這個研究 也是用詞來共振 就是研究一些音樂家 我們研究兩種的音樂家 一些是拉小提琴 一些是吹腸 我們叫這兩班的音樂家 去聽他們自己的音樂 用他們自己的樂器奏的音樂 以及用另一種樂器奏的音樂 即是說 如果兩組都會聽 小提琴的音樂 和長頂的音樂 我們發覺 當他們聽自己的音樂的時候 小提琴家聽小提琴的音樂 或者是長頂的音樂家 聽長頂的音樂的時候 他們的腦 那個activate的區域 就會是 在左腦 以及在一些語言的區域 即是說 音樂家學了他的音樂 一段長的時間的時候 他們處理音樂 就好像處理語言一樣 剛才我說的 Temporal loop 也有些frontal loop的地方 他會啟動這些位置 所以音樂 和語言 都有一個關係 真的在這裏 如果我們去看 小朋友的 中書神經系統 或者腦 如何處理語音的時候 我們的研究是怎樣做呢 我們怎樣知道 小朋友真的聽到東西呢 我們在我實驗室裏面 就用一個EEG 就是腦電波 腦電圖的方法 去看看 小朋友也好 以及大人也好 他們的大腦 和中書神經系統 是怎樣處理語音的 我們怎樣的方法 讓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樣我們就可以 給一些語音 或者聲音 這個例子 一個大人聽 我們就會貼一些貼片 在上面 這些貼片 就可以量度腦電波 當我們播 聲音 或者語音 的時候 我們同時就會量度 究竟他的腦 是有什麼反應 量度 製作腦電波 就是由聲波 怎樣去轉到腦電波 你看到這裡就是聲波 這裡就是我們量度的腦電波 我現在給大家兩個例子 這就是我們播出兩個聲音 給一個成人聽 他會聽到 是低音的 和高音的 讓我給大家聽聽 一個低音一個高音的 我們播給他聽 現在我會給你們聽一下 究竟他的腦 是聽了什麼 他的中書神經系統 包括腦是聽了什麼 首先我們播給他聽的 然後就是播 他的腦電波 聽了什麼 是不是很像 我希望大家可以聽到 高低音是很像的 我現在 就播一個高音 再播給大家聽 究竟他的腦電波聽了什麼 是很像的 我們用EG的方法 就可以看到腦電波的編碼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腦電波 量度 究竟他聽得準不準 聽我們播給他的聲音 聽得準不準 我現在講幾個研究的例子 給大家聽 這個實驗 也是十幾年前 我們發表的 在Najer Neurologic 我們去看一些音樂家 這些音樂家是在美國的 當時我是在美國的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任教 我們去看一些英文 講英文的音樂家 他是不懂普通話的 我們給他一些普通話的 語音聽 這個我們用普通話的第三聲 就是媽 馬 馬 那個聲音 你看到黑色這條線 就是那個馬 那個的高低音 就是從高到低 然後到高 所以就是馬 就是那條黑色線 那條啡色的線 就是他腦電波 去怎樣追蹤 這個語音的高低音 這個聲調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一個音樂家 這個不是一個音樂家 你會看到那個音樂家是跟得很貼的 很準的 但是這個非音樂家 就會好像亂了大龍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看 這是另一個圖 光和連續性就是好的 你會看到一個音樂家是光和連續性 而一個非音樂家就是比較散 所以說 學了音樂的人 他對一些外語的語音 雖然他不懂那個語言 他的敏感度 以及處理的準確度 都是高一些的 我們最近也發表了一個研究 也是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去看一些講廣東話 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這些就是8至12歲的小朋友 正在讀小學的小朋友 我們又播了一些廣東話 這次就是播了一些廣東話的語音給他聽 這個就是第四聲 我們播給他聽 就是 黑色的條線就是高低音 聲調 有顏色的條線就是小朋友 那個大腦 如何跟蹤這個高低音 我們有兩班的小朋友 一班是有自閉症的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小朋友 另一班是典型發展的小朋友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就是典型發展的小朋友 ASD是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 典型發展的小朋友 那條線是跟得比較貼 即是說 他腦的編碼 神經編碼 就是腦 如何追蹤高低音 是追得準一點的 而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是比較亂的 比較沒有那麼準 這就是我們剛剛今年發表的文章 這個方法除了大人 以及一些小學的小朋友之外 我們可以用這個同一個方法 去看看BB 如何處理聲音 我給你兩個例子 上面就是BB 下面就是成年人 你可以看到大人 跟得很貼的 BB其實也不差 只是歪了一點 是不是 歪了一點 因為BB 他的神經系統 聽覺能力 都在發展 所以 跟大人比 是會有差別 我們做的研究當中 就發覺 BB 雖然如果你用群體 去看 BB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 如果你個別這樣看 你會發覺 有些BB 是厲害的 有些BB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這個就是用另一個圖去看 這裡有兩個不同的BB 都是四個月大的 你會看到這個BB 那條線 比較光 還有比較有連續性 剛才也說過 這個BB是比較亂的 OK 所以這個BB 聽語音樂能力 是比較準 這個BB聽語音樂能力 是比較低 那麼我們就 在我的實驗室裡面 就已經是 有很多小朋友 都來做這個測試 所以我們會看到 有些小朋友 是這樣的 有些小朋友 是 好像這個小朋友 這樣 我們就會 追蹤他 追蹤他的 語言發展 那麼 這兩個小朋友 他是1-12個月 這兩個小朋友是4個月來的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是 1-12個月來我們實驗室的 那麼這兩個4個月的小朋友 我們追蹤他的語言發展 就發覺 這位的小朋友 他的語言發展 是會排由低數上排第10名 第10個percentile 而這個這麼漂亮的 就是99個percentile 所以呢 換言之就是說 他們的聽覺 有多麼準 他對語音的處理 有多麼準 就是跟他的語言發展 是有關係的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的實驗 那個setup 是這樣的 我們會給個聲音 小朋友聽 用回腦電波 用回這些貼片 去量度腦電波 小朋友 在睡覺 所以他好像很舒服 這樣做這個研究 待會我也會給了一段片 讓大家知道這個實驗 因為我們已經 研究了一個大批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利用他的數據 以及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建立了一個人工智能的程式 這個程式 就可以拿來幫我們 去預測一些新的小朋友 他的語言發展是怎樣 如果我們有他的腦電波 就是說如果1至12個月的 小朋友 嬰孩來到我們的實驗室 去做同一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那些 EEG 那些腦電波的數據 擺入我們人工智能的程式 這個小朋友 究竟他將來的語言發展 會有多少分呢 我們就可以告訴大家 這是用人工智能 幫助我們 去做一個預測的方法 所以如果一個新的小朋友 我再說如果一個新的小朋友 來到 我們可以做一個 EEG 我們不用等到他長大的時候 知道他的語言發展 我們用這個人工智能 就可以去預測 他的語言發展 會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我們的實際的 臨床 實際的數據 用一些不同的臨床的指標 我們有一個指標 就叫AUC Area Under the Curve 我也不跟大家詳細解釋 什麼是Area Under the Curve 但其實都是一些 臨床的指標 就是 究竟我們這個 人工智能的程式 是有多準確的 我們可以把 BB分為兩類 究竟他的語言發展 是會低分 或者是典型的發展 或者是低分 中間 或者是高分 我們的預測能力 都是有85%以上的 讓我現在播一段 一分鐘的片 給大家看看 究竟 這個測試是怎樣做的 對 OK 試試看 在測試裏面 技術員會首先 輕輕地清潔一下 小朋友的頭部 接著就會將 鐵片貼在頭上 放在皮膚的外層 沒有任何入侵性 亦沒有任何輻射性 所以對BB的大腦 絕對沒有任何傷害 這些貼片 其實只是放在皮膚的外層 沒有任何入侵性 亦沒有任何輻射性 亦沒有任何輻射性 所以對BB的大腦 絕對沒有任何傷害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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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去到 這個 施設 測試就是這樣 跟大家重溫一下 剛才我提到 語言發展是一個穩定性 即是排名大約 差不多 例如一歲到七歲 來做例子 排名也是差不多 但是並不是 特別是小朋友 沒有進步 而穩定性 我再重複一次 強調一次 穩定的意思 並不能改變 越小 改變的能力 越大 為什麼我們要去預測呢 為什麼我剛才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用我們 EG的方法 為什麼用 老電幫的方法 去預測呢 因為當我們預測到 將來的語言發展是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立刻介入 因為如果你不介入 他大約 排名都是相約的 如果你介入的話 就可以令到 他的語言能力 有改變 所以為什麼我們想 大家看看 要注視聽力 注意語言發展 早期的語言發展 就是因為 早期 可以有一個 介入的方法 儘管有穩定性 也可以改變 而早期介入 我們知道 越早的時候介入 有效的機會 越高 或者我們要花的時間 和精力 要遲些 如果你遲些去介入 比較少 就是比較efficient 比較cost effective 有經濟效應 所以 再強調 我們要關注 小朋友的發展 關注他的 聽力發展 因為這些發展 是可以幫助我們 早期 快點 做一些 手段 提升他們的發展 因為提升他們的 語言發展 可以提升他們的潛能 因為我們知道 語言發展 早期的聽力 和語言發展 和他們讀幼稚園 早期的學習 和 學前的預備 有關 早期的學習 對他在學習 在學校裏 學習 的表現 是有關的 而他在學習 在學校學習的表現 當然對他的高等教育 是有關的 高等教育 如果讀得好 他 將來的工作 事業的選擇性 又多了 他的生活質素 是高了 再跟大家說 多次 雖然 小朋友語言的能力 在一個 bell curve 不是說 只是有語言障礙的小朋友 是需要提升他的語言能力 其實大部份的小朋友 都有空間 去改善他的語言能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些講座 特別是第三課會講到 就是有什麼手段 家長有什麼教育方法 有什麼策略 家長可以在家裏做 我們也鼓勵大家 第三課也是來聽 希望學到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在家長 在家裏做 可以提升你子女的語言能力 我都想 acknowledge 有不同的機構 是支持我們的研究的 剛才我講了很多研究 都是由 香港和美國不同的機構 資助的 有Research Grants Council 譬如 創新科技局 美國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等等 等等 都想賣一點廣告 其實我們在Brain and Mind Institute 大腦語言之研究所裏面 進行不同的研究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研究 是關於早產嬰兒的研究 我們看看早產嬰兒的腦 的發展 以及語言和認知發展的關係 如果在座 有一些早產嬰兒的 爸爸媽媽 我都鼓勵你 去我們的網站裏面 然後填上一張 希望你可以參與我們的研究 這個研究 我們會用磁力共振的方法 去照一照他的腦 做完腦之後 我們會在一歲和兩歲 都跟他做一個 語言和認知的評估 做完評估之後 我們會給你一個報告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有早產嬰兒的父母 都去我們的網站 拿多些資料 希望你們都會參加 再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 網上的講座系列 有三場 剛剛講了第一場 下個星期我會講商語發展 第三個星期我會講 早期語言發展的策略 希望大家都是多些關注 小朋友語言發展 希望可以提升他們的 潛立 最後 我也要做一個利益的申報 因為剛才講了很多研究 都跟我自己的公司有關係 所以我也要申報 我是在香港科學園的一間公司的創辦人和股東 公司是Foresight Language Learning Solutions Limited 科進語言及學習方案有限公司 我們這間公司都是 政府的創新科技署 有一個基金叫做大學科技初創企業基金支持 因為剛才的研究跟我們的公司有關係 所以 我也是作出了利益的申報 剛才的研究都是跟我們中文大學 現在申請的專利 有兩個專利 是有關的 所以我在這裡 都跟大家申報 今天很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希望 大家在下兩個星期 都會 好像今次 這麼踴躍地參與我們這個網上的講座 現在是問題的時間 請大家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Q&A box 打出來 多謝大家 請大家